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如果你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你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社會科學如果你要做管理學 做財經新聞的分析像我一樣 那你要知道概念化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跟大家講 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你一聽 學財經人講廢話 這個很簡單 derivatives 誰不知道? 你不學這個 你學外文 你知道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沒概念 為什麼? 為什麼叫沒概念? 想都沒想過 那我給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呢? 就是像打麻將一樣站在後面插花一樣 我不要看排局 我只要講這個人贏了我就贏多少 就是他衍生出來的商品 然後插花或插兩圈 這樣講的話 他實質上的交易我不做 但是我交易他們交易的結果 這個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一聽 這個概念化的過程中 然後用數學包裝 發覺有道理 你聽得懂 有人還是聽不懂 還是聽不懂的話你過來玩一玩 輸了以後你就懂了 因為這沒有比這個再痛的 大家一聽覺得這個好像很好笑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樣子就會懂呢? 因為它有客觀性 贏了跟輸了就很明顯 賺錢了跟賠錢了很明顯 就會有這種差別 所以我們的世界完完全全討論的是一個 我們不是在討論我們的世界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世界有什麼 但是我們的世界被我們概念化了 多棒啊 就是這個 這個康德的這個概念 conceptualization 這個概念讓我們突然發覺 其實我們不是在談到這個世界 我說一句良心話 當我跟人家交談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這個人真的心裡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把它概念化歸類為幾種 可以教導的 跟再怎麼教都沒用的 兩個極端中間 稍微教一下就全懂的 教了很久還是不太懂 有一次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我以前花了很大功夫在做盧梭的翻譯 這個我覺得很得意 我非常得意 因為做了這個十八世紀法文的翻譯很辛苦 結果我有一次剛好遇到一個 外文系的朋友 不過不是台大外文系 我在車上跟他講我現在做的工作翻譯多興奮多 多有成就感 那個裡面的句子我都會背 唸出來 他跟著我一樣 哇哇超級興奮 哇對對對 我就是覺得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什麼什麼的 講得好高興 一路上我都沒睡覺 好高興那時候還坐遊覽車從台中回到台北 後來他跟我講他說 你那個剛剛提到那個人啊 我要記下來叫梭羅是不是 叫盧梭啦 他說啊 在他一路上完全講反了 我不知道是我在講我自己還是講他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概念化 就我講都對他來講 他聽得懂但是聽錯了 這個當然很傷心啊 很傷心 後來我發覺從此我再也不跟人家聊學問 那些名稱都倒過來 就就就就就沒了 就沒辦法 但是呢 重點來了 你有什麼好難過的 你講的就是代表盧梭的一個概念 他也講代表梭羅的概念 他搞不好也 因為這梭羅是文學 對不對 那盧梭是哲學家 他各取所需 反正這個世界是我們表徵出來的 你有什麼好難過的 這個是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當中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說心靈的認知世界 解釋我們所有以客觀能力察覺外在世界的結果 就是概念化的過程 所以心靈作為知識主體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連結心靈中的內外世界 心靈認知的結果不是光思考而已 思考沒有對象 是意識的 像是個projector一樣 是像是個連續劇一樣 是一個完完全全外在世界 你看一個連續劇一樣 你看一個小說 你看一部電影 你看一個故事的情節 你會不會感動 你看到很 看到一個讓人感動的電影 你會不會觸動你的真情? 當然會了 當然會了 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像我小時候看愛國電影都非常感動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感動 那個場景我都覺得 我後來發覺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容易受感動呢? 不知道 但是就是很真誠 那 我最討厭什麼人你知道嗎? 我最討厭 當我很感動的時候旁邊的人跟我講說 老遠不要哭了 怎麼都假的 關你屁事啊 我就要受感動 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現在是電影院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煞風景嘛 對不對? 老是正正享受情感的時候 你突然跟我說這都假的 對不對? 還有人說看鬼片的時候 眼睛蒙住講說 可怕的地方結束沒有結束了拿下來 那你來看什麼鬼片呢? 就是要看鬼啊 對不對? 這不是神經病嗎? 是不是? 反正就這樣子 那康德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就是一個自我麻痺的人 就是說 這個叫representation 就是一個表征 我們看到的世界其實是一個表征的世界 至於世界真的是什麼 康德說那沒有人知道 我們看了永遠 如果你想要有客觀知識 那你就要看這個 那如果你沉醉的時候說主觀 那就不斷地追求 那你追求吧 那像笛卡爾一樣追求 就沒有了 是二選一 假的但是很有趣 然後另外一個是 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絕對很無趣 你要選哪一個 那想想假的但是很有趣 聽仔細 另外一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真的很無趣 那想一想那還是有趣的好 所以就變成我們現在的世界了 變成我們現在的世界了 每個人都這樣子 每個人都這樣子 每個人都活在這樣的世界 這是康德一個很偉大的貢獻 所以說心靈的結果是意識 意識中知識對象原先不是意識 但如何將意識中的內容 跟外在事物的內容 意識中內容就是歸納法吧 因果論 跟意識跟這個外在事物 就是我們感官知覺 兩個結合在一起 相連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回去懷疑論 對不對 就不能懷疑了 就說我現在有外在的事物 變成我們感官知覺 變成概念 概念我可以說出來 對不對 不孝友善無厚為大 這句話說出來 一般人 你不要講是真的假的 但是你聽得懂嗎 對不對 這就是鼓勵說你要生孩子 對不對 就是出現這個 我這個話都是順口講出來的 說病從口入 祸從口出 這是一個經驗法則的運用就是歸納 說少說話 沒人把你當啞巴 沒事的話 嘴巴不要張開 張開的話 吸到空氣裡面有細菌 吐出來的空氣的話 有可能遭自殺生之禍 所以再來聽 我們上課內容也是一直用不停的 一直不停的用概念來讓大家聽懂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訓練一個人上課 演講 辯論 表達 要訓練他概念化的過程 對不對 要說對於在台大教書的時候 要能夠 要能夠這個言談不俗 對不對 要出口成章 對不對 要能夠講述生活的意境 同時要讓人家了解存在的價值 這種話要一直不斷的在表達 這都是不停的概念 很多人講說我未必能夠吸收這個概念 沒錯 但是我寫出來以後 你慢慢讀你就會了解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我意識中的一部分 是客觀的 也是主觀的 所以我把主客結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可以說心靈中的事物 與外在思想之間有因果關係 而不是純粹胡思亂想的結果 如果我要講我胡思亂想的內容的話 我就不會成立一個句子 我們句子本身來講 就已經包含了讓人家聽懂的結構 先主詞 然後動詞 然後是受詞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人講話的時候很有自信心 對不對 Whenever I alter something in English It's perfectly correct in both grammar and its meaning 聽不懂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you don't know English 這自信心很重要 對不對 有些人講說 原來是 有些人對於這個表達的概念化的過程當中不了解 不敢講 為什麼 害怕別人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害怕 覺得丟臉 為什麼呢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胡亂的個人主觀思想說出來 想要客觀化的過程被打槍失敗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所以說康德因此把我思考 轉換成我意識的內容的時候有一個優越點 很好 意識中所呈現的內容跟思考的對象不同 思考對象會因為胡思亂想而於所改變 對不對 可是意識之中所呈現的內容則因為由理念組成 所以形成概念以後可以說是固定的 甚至可以不顧外在世界的情況 由概念的重組形成一個整體性的認知啊 意識形態就這樣來的啊 固定的 比如說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 這就是意識形態啊 說殺了我我都不認為他是假的 這就是意識形態啊 太多了意識形態太多了 善民族裔是最進步的思想 這不是意識形態什麼 以前還考試了 你們很遺憾你知道嗎 善民族裔是真的重要的關鍵 願意讀的人考100分 不願意讀的人考0分 比數學還厲害 這什麼非常重要啊 一共600分差100分啊 對不對 涉及到人格教育啊 所以說這個說明什麼呢 這個就說明你在表達這個立場的時候 意識當中你可以形成一整套固定的想法 我跟大家講這不是開玩笑的 同樣是唯物論 可以講到道德的演化過程 也同樣是唯物論 可以講到這個意識形態的鬥爭 同樣的一樣的概念 為什麼 就是你把意識的內容固定下來 就會出現這個結果 比如說我們這邊經常 也是有非常多的意識形態 什麼社會責任啊 又什麼一大堆啊 什麼幫助窮人啊什麼的 我不是反對所有的道德勸說 我這邊要藉機會澄清一下 我也不是反對什麼要幫助別人 或者被別人幫助什麼的 但是我反對把這種意識中的內容 這種固定的表達當成教條 我反對這個 你們應該跟著一起反對 就是說你要發覺 像我 我很反對 我舉個例子 我們學校有個系 我曾經跟我們這個學校這個系的老師講說 自從有你們這個系來 我聽說我所有印象當中 你們的系針對於所有政府的觀念 統統永遠是反對的 沒有贊成過任何一件事情 請問你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如果有一個人他做了一個立場 比如說有人認為一聽到你 你是台大教授 哇好厲害 你是哪個系的哲學系 一聽沒用 請問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像你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哲學系的 跑來看老師耍猴系 基於一種同情的立場 說看看你能夠把這個沒有用的科系 講到多有用 我來看看你耍 你再耍 對不對 這是意識還是意識形態 哲學員沒用 哲學員沒用可能是意識中的為什麼 用很難決定 效益效用很難定義 什麼叫有用 那我們一大堆一些系的同學 學藝有什麼用 你好像講說我學藝可以救人 你救誰啊你救 你搞不好害人 那你講下去 可以完全 每件事都可以被懷疑 那你哲學有用嗎 我們已經先承認沒用了 我們跟你唯一的差別是 我們先承認沒用 後來證明的確沒用 你們的差別是先講有用後來證明也沒用 這有層次上的差別 這個差別很大 所以也基於這個立場 要告訴同學說 你要分清楚意識的內容沒錯 但是意識形態就有錯了 同學要搞清楚 要隨時檢查 你自己相信的東西是意識的 還是意識形態的 隨時要檢查 比如說 我聽一本書寫過一個序 這句叫民主在退潮 民主在退潮的意思並不是我反民主 我反什麼民主 我是說你如果把民主本身當成意識形態的結果 你會發覺它其實會退潮流的 你認為選了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投完票的結果就是民主的結果 那你就犯了一個意識形態的錯誤 就連民主制度本身來講 都有可能會意識形態化 這是我要講的意思 整體認知 所以說這康德說的 民主制度最適合人類生存的政治制度的時候 我說的話並不是全然主觀的 因為我表現的是經驗世界中的歸納 但也不直接指涉外在世界 因為這個物理世界並沒有任何人類 組成的設計或者制度 而是由我表達經過理論與概念所組成的意思 對於康德而言重點是這一句 並非全然的主觀而擁有客觀意義的話 這個是我要強調的重點 很多人會覺得說錢很重要 但是錢不是一切 這個有錢並不是什麼都好 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有錢不是什麼都能 沒錢是萬萬不能 這個人的限制本來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 那意識的整體性 我稍微介紹 這是康德發明的字眼 用來形容心靈中所有思想跟感覺糾纏在一起 稱之為意識的整體 這個事實等於個人意識的整體 聚合心靈的力量 綜合思想與感覺的能力 解釋或者指涉他所認知的現象 是這個感覺 意識的發明的話呢 就是思想跟感覺 能夠要形成我們的認知的一段話 要經過概念化的過程 就是語言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化過程 就是concept就是概念的形成 個人思想的印象可能只是意識中出造事實 Role facts 但是他們能夠被認知 能夠成為整體的事實 觀念他們的形成 你必須靠心靈中的整合力量 你透過了歸納 透過了演繹 透過了關係 透過了形態 形式 你就可以敘述一段話 可以講他的內容 那這個是重要的 那這種整合能力 整體的能力叫 康德叫做categories 叫範疇 是講我們的先於經驗就擁有的能力 比如說人的歸納能力 人的因果的認知 人對於這個演繹的數學能力的認知 這個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 意思就是先於經驗 然後跟這個事實結合 所以說這個範疇分為質、量、形式跟關係 就是將思想跟印象綜合在一起的規則 最主要的關鍵點 就是人天生就有應用範疇的這個能力 那麼這種能力在應用上的這種 很自然而然的應用的方式 所以讓大家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認知 人可以不但有想像力 我剛剛講到Hume 發明了人的想像力是來自於人 腦袋當中有拷貝理論跟原子理論 把事實可以分開 人不但有這種拷貝的能力 人還有一種很偉大的認知能力 就是概念化的能力 有壞學生 對不對 好、壞就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好學生的概念比較容易 比如說 我跟人家講說我在台大教書 所以我的學生都是好學生 人家一聽就知道 這個好講的意思是會考試 會考試的學生叫好學生 那會考試的學生在概念上來講 有沒有可能是壞學生呢 有 那是另外一種道德上的好壞 好壞跟學識能力上的好壞又不一樣了 可是呢 它可以被概念不斷地釐清 所以我們要注意 在意識中我們要釐清的世界 是一個表真 這個表真這個中文講得不好 是一個被我們用概念所代表的世界 這個比較好 真實世界中是沒有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看人不看表面 你看內在美 你怎麼看內在美啊 看得出來內在美嗎 你覺得內在美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只有外面表面才是一切 你覺得男生的內在價值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摸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人的內在價值 我告訴你很難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內在價值是什麼 我太常常說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穩定 他完全不知道我有沒有內在價值 就是覺得那我認為很偉大 我就跟他講說 我事實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內在價值什麼 他說你為什麼連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然後他還教人家哲學 我說我告訴你 哲學只能夠教人家我能夠概念化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教人家 連我自己都不能概念化的東西 我怎麼教人家 對不對 想一下 同學們要想一下 太重要了 好 我們只能夠教人家 我們只能夠告訴人家 我們能夠概念化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譬如說 哎呀 我情感很 不是 我情緒很複雜啦 這個沒有概念的東西 說不要問我啦 亂七八糟了 這是精神病的一種最後階段講的話 對不對 這本來就這樣子 那想說你可不可以稍微穩定一點 把你心裡的感覺慢慢慢慢地分析出來 那讓我想一想 你想什麼 找概念 找適當的概念來表達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說人天生就有這種能力 所以康德他的結論 我並非全然主觀地擁有的意識 為綜合思想跟感覺 而綜合使得客觀判斷成為可能 請記住 為了讓客觀判斷成為可能 做了非常多的改變 這是關鍵 為了讓他可能而可能 然後第二個 我的知識必然僅是這個世界中 對我所呈現出來的表徵知識 這個我也說得很清楚 好 來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結束了 來 同學有沒有問題 可以再想一下意識跟意識形態的差別嗎 意識跟意識形態的差別是嗎? 我們的意識 就是我們用概念來表徵這個世界的結果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 如果你空想 亂七八糟 胡思亂想 他不能叫意識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用句子表達出來 你的思想其實就是你的語言 對不對? 這個大家要有基本的概念 我們小花學長這一點厲害了 那你有語言要表達你需要的是概念 所以概念化的過程是使得概念出現 這個同學們 你們不習慣用這種字語表達 我就慢慢講 就是說你的腦海當中你在學習的過程 其實你在學習人家概念化的過程 比如說你現在學習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敦品力學 知不知道敦品力學是什麼東西? 台大校訓的前半段 對 那你學會了這個 這兩個概念 敦品的話就是做一個好學生 力學的話做一個知識上的進步的一個學生 比如說這樣子 那麼這樣的話你學會了 原來不知道 現在知道了 你們西北工業大學也有校訓吧 努力工作 比如說 whatever 那你學會了這個概念化 你在你的意識中就出現 以後人家問你講說 你知不知道台大校訓 有啊 敦品力學 好 其實後面還有四個字 但比較有爭議 就不講了 那你在這個教育過程 你學會了意識當中出現了概念化的運用 然後你把你的整體性的表達 敦品力學這種字 沒有意識你是沒辦法表達的 因為腦袋胡思亂想是不能表達的 這個沒問題 所以你所有能夠說出來的東西 但你說出來的東西以後在意識當中 如果你把意識中的內容的解釋變成固定化 把它fixed fixation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認知的過程當中 認為敦品 就是說完全等同於行為等同於校規 校規的話就180條 每一條每天無日三省無身 形式有沒有完全符合校規 就你的行為就完全等同於校規了 有這樣的認知 等於什麼呢 就把固定成為一個行為的形態 ideology 就是變成固定了 然後你就會認為說 你的行為本身的自主意識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完全按照校規來做事 這個時候校規決定了你的自主意識 就變成了意識形態 這個意思 那這種問題的話很容易發生 為什麼 因為自主意識就是涉及到自由意志 要解釋這個意識中的內容 比如說大家要知道概念本身來講 每一個concept都有可能被進一步解釋 敦品 我們不要講力學了 算了 敦品 敦品這個概念 那個品德 他媽太難定義了 我跟我們系上一個專門教品的教育老師 對於品德這兩個字概念我理解完全相反 你知道嗎 他認為看到紅燈就會停車 是一種品德的高尚表現 我認為這是一個弱智的表現 認知上完全不一樣 我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完全是外化的 而沒有主動的這種解釋的能力的話 這是一種弱智的表現 他認為任何人針對於所有的規則都有自我解釋的空間的話 這個規則本身還有什麼價值 法家跟道家的衝突 道法本同源 但他們的衝突是來自於這個認知 比如說我認為在鄉下地區都沒有車子了 看到紅燈還不照樣過去 節省時間呢? 比如說我這樣子解釋的話 人家說你這是絕對錯誤 說人家絕對的錯誤的話 就是用那種規則來取代人的這個自由思考 但是 品德到底誰對誰錯有議論的空間 人家說你這個叫違法 違法就不對 那認為法都完全對了嗎? 現在年輕人不是喜歡講法也有惡法啊? 不是喜歡講這一套嗎?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說內容當中可以討論的部分很多 主要是能夠活用這幾面的概念 這我要強調 我應該有回答你的問題吧 好 同學們 不要有意識形態 但是一定會有意識 強調就是Hume那邊強調說 就是在理性上算畫了一個界線 說我們在理性上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證實 然後我們只能用相信的去代替某些知識 跟後面的強調打破意識形態 是否有一些衝突 我跟你講 康德是針對Hume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 而解決的方法是用我們的概念去表徵世界來取代 取代我們原來追求那種 用自然本性中就可以擁有真實的那個世界 康德說我們不可能擁有真實 他取了一個名詞叫Dean Antique 就是物置身 就是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這個叫物置身 比如說你知道這個椅子 這個叫椅子 但是這個本身的材料裡面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康德說我們不需要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只要知道我們人跟人之間能夠溝通的那個表徵世界 所以他用了一個世界 然後宣佈它為真實 然後來解決了Hume的問題 也解決了迪卡爾的問題 這個 我們那個世界本身來講是一個表徵後的結果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非常重要的理念 因為你活在世界當中有沒有真實 我告訴大家 回頭來講 我個人認知人活著為了快樂就好 但是快樂不是真實的快樂 而是活在一個 約定俗成的世界裡頭的快樂 懂嗎? 不是一個說絕對的快樂 尤其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約定俗成的社會 有時候我要打破約定俗成可以 但是要面對比較多的挑戰 要追求真實的過程 因為追求真實的過程是無止盡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認知其實是重要的